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人可疑 我问你 少年公主 忘了吗 走走 不会过 师太被怕 忘了吗 你能忘 秘族之仇 忘了吗 忘 忘 忘 我 敢忘 秘族 阵天时 也压不住你 心中的约合 心魔不出 你如何智掌天榜 那我必须受之躯 向开天榜 天龙无常 承恶阳山 松神天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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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榜 天榜封尘后 又是 再回天门山石 向勇 向勇 切记 不可操之不及 强开天榜 切记 切记 偶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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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我 江海 我江江流終於又回來了 善在馬路上發瘋你找死啊 奉獻奉獻 朱雀麟劍再動 二小姐 朱雀麟劍再動 朱雀麟劍和柳家婚約百年綁定 這百年來如同死物 怎麼會再此一動 難道 虛擬它 百年前前任職榜人就我燕家於威呢 並賜下百虎雀 許諾我燕家 明登天榜 只等本屆職榜人前來迎親 便可讓我燕家再續百年奉貴 如今百虎雷劍顯靈 那許不是我們燕家 哈哈哈哈 百年之期已到 職榜人江向流 明居燕家君 江向流見過燕 燕死人 你真的是職榜人 正是在想 有婚書為證 這怎麼回事 又是一個冒充職榜人的江湖片子 燕家君 此婚中的天道所賜 沒有真龍徒縱 才能得到天道認可 而此刻 除縱消散 那就只有一個人 你燕家你 你對萬物一致生 什麼 家是於百年之前 就燕家於悲難之間 留下靈界 定下婚約 死明登天榜 沒聘 對燕家難有助 我燕家就無所謂的 裝神弄鬼 裝神弄鬼 遺憾無言 你什麼意思 這婚約 我燕斯斯 你是燕斯斯 拒絕婚約 你知道燕家會承受多大的損失嗎 哈哈哈哈 損失什麼 是燈望之墓 還是舉足榮耀啊 別再抓莫對藥了 你根本就不是指望人 這婚說 是死的 可以用來偷竊 靈界顯靈 也可以用現代技術來偽裝 但唯獨裝不了 就是你身上這 瓊瓣二 思思說的對 一個搖尾起怜的野狗 也敢冒充 直榜人 你說動 你裝動 一個樓裡臭臭 也敢出結婚 說來向我燕家提親 哼 這不是我不願意在天榜 將開始截的生枝 現在的你 已經錯誤楊揮了 這是什麼 你不就為了錢嗎 這卡里有十萬塊錢 就當是我賞賞給你的 狗糧 咬上他 賜 賜 我師父百年之前 下山救下四家 留下靈界 陛下婚約 追你燕家明登天榜 這才是賞賜 而你如今拒絕我的恩賜 那就等於自斷燕家登榜之路 小子 你知道天榜代表的是什麼嗎 一人登榜 劇足飛升 扶著燈榜 立騰冬天 商人登榜 萬事 長 想登榜 套 不是實力 套 是根基 別說你這冒牌貨 就算你真的是職榜人 我燕家的登榜之路 怎麼斷得了嗎 你這冒牌貨少了就裝模作樣 實話告訴你吧 百年前的債務 與我不關 百年婚約 更是虛無飄渺 我要的 是觸手可及的禮 我要的 是你喝的口藥 我想要的 是莊少 諸位金鵬 我莊立海 在這裡代表京城莊家 向燕家求起思思 莫燕家鵬沃江海 名列難省 而莊家 則是京城的名門望族 勢力遍布全球 我們倆的聯姻 何須恰然恩賜 更是屑 那虛無飄渺的大兵 等我把高神盡在咫尺 據說榮耀就在手中 而現在 你拿著這什麼狗屁昏冤 還有賞你的骨頭 滾 滾 龍 你驗家鵬 旺顧恩情 死定終身 反說 好 來人 把這個騙子給我趕出去 為我把這個騙子給我趕出去 不必 燕家的大力 受不起 今日你們驗家 仲夏特金 明日 比较自食 死 死死 今天雖然趕走了這個冒牌戶 但是萬一真的職榜人上門 只要他能當我雲燈天吧 我燕絲絲 不再也和誰 死死 如果到時候那職榜人真的上門提親 你能夠助我完成燈吧 那你莊家 定會在我的庇護之下 得到升天 我莊家必全力助你完成與職榜人的歸約 師傅 你命徒兒下山皆旗 本想助我展出心 可你沒有算到 這世間 不可使人心邪惡狼心狗廢之輩 就此 職榜人 已親臨江海 傳令江海門眾 籌備風神聖典 燕景江海 以及 我那四位未婚妻 從今天開始 我要將心中的運 恨 之後 全部瞭解 站出心魔 開榜風神 百年期滿 重開天堡 又是用人勢力 只是不知這天堡風神 今年又有出現了名僧天堡啊 無論哪位家主登上天堡 我燕家 必有一席之地 燕小姐這麼說 那也是不無可 依照往昔慣例 這歷任職榜人啊 必須在各大家族中 選一人為妻 燕小姐 脖色天香 繪質軟心 看來 今年的職榜人夫人 可能 還落燕家了 不是可能 是一定 那時尚插的零件 名叫白虎 百年前 前任職榜人 以這零件進展婚約 許下百年之後 現任職榜人 已登上天堡為禮 娶我燕家之女 而今日 我將這零件插在這裡 就是為了告訴 現任職榜人 我燕家 並沒有忘記光年的一切 也是為了宣告天下 我燕絲絲 即將嫁給職榜人 若真如此 那我南省四大家族 從今往後 當一燕大小姐 被尖呀 哈哈哈 只要諸位 跟所有的燕家 你称 於是龍潭虎蟹 都生火海 我讓你滾乃是在救你性命 還不快跪下 敢能取得 屈屈莊家之族 也敢言救我性 屈屈捨屬匯聚之所 也敢言龍潭虎蟹 你們一口一個騙子 一句一聲蝼蚁 甚至連我的名字都不知 就敢斷言我身份卑微 莫非你莊家和燕家一樣 都是一群虛有其表的寵貨嗎 要是我走 這天堡無人可開 你們還真是白死目熟啊 你什麼意思 我今日也是來開榜的 哈哈哈 我沒有聽錯吧 你憑什麼開榜 憑你偷走的婚書 還是憑你這藏不住的這個求婚奸 風人年馬 尖倒數 直榜人更是尖到親自吃 你冒充直榜人 說 為自己留來殺身之禍之外 只會 吐槽向你 哈哈哈哈 好了 笑話我們已經看完了 還不看滾 本想再給你們一次贖罪的機會 沒想到 換來的卻是無盡羞辱 江向遼 我知道你對我圖謀不軌 我也知道你費金心機都想娶我 但麻煩你睜大眼睛 你看清楚我們之間的差距 在我等權貫面前 你 只配跪下來當狗 差距 差距就是 要是沒有我的允許 你們 就只配跪在城外跪拜 要是沒有我開這個天堡 君帝親父 我許你燕家參與這風神聖夜 就是為了讓你們所有人都知道 我乃是江家之子 你是職棒之人 哈哈哈哈哈哈 你說你舉辦這風神聖夜 為的就是讓燕小姐後悔 不錯 哈哈哈哈 既然你這麼喜歡冒充大人物 那麼我幫幫你 一會我讓人把你身上這身垃圾發光了 扔到大街上 哈哈哈哈 你們覺得我身份卑微 不配當職棒人 沒錯 你們覺得我冒犯天堡 不配參加風神聖夜 事實如此 你們覺得我不配 更不能開天堡 對 沒錯 到今日我便開給你們看 來人 把這個狂頭手腳打斷 劃在玄門上 劃 劃 誰敢 葉子子 諸位前後 張大爺的眼睛看死了 煙道有序 王庭官萬物 王神天堡 王神天堡 什麼危啊 難道這就是天堡 不可能 翅膀身的核體高 怎麼可能是一個路邊野狗 有多不可 天堡降临 犹如天道亲至 谁敢冒冲 谁又能冒冲 既见天堡 为何不卖 会杀杀 我乃江家的 亦是纸绑人 今日我携天堡 按施命指示 此你登天者 不想却被你肆意污水 明王亦有怒 今日我已天堡 审判众生 叶四四 我娶你为妻 自你不贵 你却蓄意背叛 始为不忠 叶家 我上门提亲 你却放恩赴义 违背诺言 始为游义 还有您等全队 我设宴邀请 你指的却自已刁难 始为无礼 不忠 无义 无礼 你们 想怎么死 江大人 我们实在不知道您的身份 才冲撞了您啊 念在我们 不知这无罪的份上 你让我们一命 无知不是罪 但无知 还引以为傲 那是罪无可恕 江大人 是我无知 但我南家人是无辜的呀 许你捐出半数家产 保你南家子嗣一命 我赵家 也愿捐出半数家产 只求大人 饶我赵家子嗣一命 我等愿意捐半数家产 含望大人 放我等子嗣一命 既然你们诚意悔过 可免死罪 大人 我也愿意献住所有的家产 这兄弟 能够喝四肢往昏 厌价草杀的脸面 当看一脸 刺住我尊敬 还要我取一个不忠不意的当 是想灭门啊 江向流 如果你真的是织绑人 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开天榜 风送声 而不是在现在以前谋死 你真的是织绑人吗 没错 你要真的是织绑人的话 那现在你就应该打开天榜 让大家一变真假 到那时 你再大开杀戒也不迟 否则 那你就不是织绑人 请大人撒开天榜 请大人撒开天榜 那我便让你们彻底死心 先到我去 往昌犯物 请天榜 开 不放开 按下集成 一开天榜 睡死魂消表 嘉仇被报 师命被偿 我还不被死 石机未到 先放 不能开 是不能开呀 还是不能开呀 诸位 我有理由相信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精心谋划的骗局 目的就是为了让艳家低头 骗起江海权贵的财产 难怪当我们愿意捐出半数家庭 他就拿于饶物 可刚刚那天堂 那不过是多虑的投影罢了 小子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出如此布置 你也算是人心龙凤 但是这天堂终究露了你的底啊 你刚刚狂妄放肆 现在全然反噬 此刻你想怎么死 当我手持天堡 你们这些人会在地上 瑟瑟发抖 飞飞如酒 当我年期开门 你们便是这副嘴里脚弯肉一样 我看你们这些所谓的权贵 如果这一群没有脑子的肺 我会稀冷怕一个软蛋吧 用时间才能踏放厥词 你多想想如何保留你这种狗命 我是江家子 你是指本神 谁能判我生死 我能 我艳家横沃江海 手握难舍 能断生死吗 那就再加上我 我庄稼是金城翘楚 势力遍布全球 这下 说 还有谁想一起呢 大可战 和江相流 一力过之 还有谁 那 加上我周江 你冒充翅膀人 势力全贵 你不死 我等全贵 前面何在 还有我 再加上我 你们都尚未确定我的身份 就敢忘断我的生路 就不怕被再次打脸吗 收起你一套虚张双事的武器了 现在 有我艳装两家带头 还有江海权贵支持 你 生路进决 来人 在我没有动手之前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求饶的解 江相流 你刚才那天下第一的气势呢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服软了 别跟着付我付货 精力垃圾 公营之宝 动手 我遇成金甲 听义书 我中州赵家赵若婉 邪赤高临殿 赴百年婚约 遇成金甲 难道就是统领边军 最压一组百年的将军府 中州赵就是那手握一地电子风 一姓黄 万一线纸宝人 记得吧 他真是纸宝人 艳丝丝 诸位江百权贵 两把零剑作美 两大家族作宝 现在能证明可能吗 你们的脸疼了 江大人 我们也是受他厌价的误导 才一时糊涂 不管是一时糊涂 还是受人质疑 冒犯之法 我中州赵家再次启示 与纸绑人拥足举功 与纸绑人作对者 就是与我中州赵家作对 诸位 是要与我中州赵家作对吗 难道江项牛 真的是纸绑人 等等 丁小姐 赵小姐 你们怎么确定 他就是真的纸绑人呢 能够执掌这风神圣验者 当然就是纸绑人 难道还有人敢冒充纸绑人不成 没错 赵小姐 他就是敢冒充纸绑人的狂虎 我江海燕家可以作证 我们都被他给欺骗 可是赵小姐 我与纸绑人也有本人规律 我们同气联根 我不会欺骗你们 他就是那个骗子 没人敢欺骗我 没人敢欺骗我欲成冰子 你想怎么死 几句话便能改变你们的立场 你们这些权贵 就这么蠢吗 小姐 刚刚收到消息 燕赵丁三家都已经携带四方零件 抵达会场 纸绑人会是他们的 立刻让人准备重礼 我们去参拜纸绑人 是 赵 一个骗婚的野狗还敢口出旁连 到底是谁给你的忍气 你们说我是冒充的纸绑人 可这荤苏也是假的吗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 这荤苏 是真是假 相自受益 这荤苏是真的 我这个也是 荤苏当然是真的 但是 你凭什么证明 你就是江向流 没错 一个初来的荤苏 不是你可以放肆一丈 作为蝼蚁 就该任命 你不该冲撞圣殿 你不该寄予我几大家族 这么说 你们都要人约了 家师百年之前 下山开榜 与四家结缘 定下百年婚约 为你江海燕家赤姿百亿 留下百股龙剑 助你成为商界巨人 传你玉城丁家行军方略 留下青龙领剑 据你成为万军统帅 为你赵家 与百肚结盟 留下玄武龙剑 助你成为一帮诸侯 二等尽情响应着家师留下的恩赐 如今却又违约吗 你们难道就不怕天谦吗 零剑易动 难道 这不过就是他的小把戏 江向流 我燕丝丝注定要嫁给纸绑人 注定要明灯天榜 注定要荣耀万事 我不可能因为你这个婚约 就嫁给你这个几条的贝子 没错 这婚约是你拖来的 但不可能是你的 我丁静叔 可嫁给纸绑人 如果你执意拿这婚约水 我终究叫他赵若婉 会婚 我玉成丁的丁静叔 退婚 还有我江海燕家燕丝丝 退婚 我京城柳家柳一约 不退婚 京城柳家 携四方临剑 赴百年婚约 只要你愿意 我现在就是你的妻子 想不到我师父定下的四份婚约 纵日 只有一份生效 不过 有一人足矣 六小姐 既然一步没决 我将相同日广地 愿一愿 今日天门举办的风神盛宴 纸绑人即将清理 你却为了这荒浪的一纸婚书 就要嫁给这个底层的废物 白纸黑字 地劫为约 岂能肆意违背 与我四家地约的乃是纸绑人 并不是这个废物 要是谁人手拿婚书都可上门提琴 那四家岂不为天下人取笑 你与这废物结婚 自己让你柳家如微笑 可是放弃了明灯天宝的机会 你们不认婚书 我认 你们毁约 我柳如烟 绝不后悔 不知便通 鱼不可及 我看你跟这废物倒是挺般配的 既然如此 那么今日这封神圣典 我们三家就有幸明灯天宝 荣耀万事 你就带着你这废物的未婚夫 滚吧 该滚的是你们 我命天门举办风神圣宴 便要应好 为了 就是当着天下人的面 最先百年婚约 以明灯天宝为礼 赢取四家小姐为妻 你们三人尽数婚约 失去纸绑人的支持 还望向着明灯天宝 望向着参加圣宴 先不提你是不是纸绑人 有没有纸绑人这一说 但凭我江海燕家 掌控一地经济命运 配 金钱之力 在我 不值一击 我越成冰家 掌控一方铁甲 牛吃配吗 冰家之力 在我身中不堪一击 我中州赵家 掌控一日各行各业 配吗 人脉关系 在我想来 不过而而 你们眼中的人脉 谋略 金钱 都是出自我纸绑人权 而你们如今却召喚天宝 自己为傲 在我面前却 还在演戏 你真把自己当成天门高层 当成 纸绑人了吗 来人 把他给我扔出去 谁敢 够了 明明是一条在路边 随时能踩死的路边野狗 为什么会变成 甩掉的狗皮膏药 有如烟你难道还不明白 这废物 就是想借着这一纸婚书 还有我们四家 一步登天 被这种垃圾剂 真让人负 蝼蚁 怎样才能打消你窝图的心思 怎样才能让你滚 事前 亦或者 要彻底断你的面积 你想干什么 这分属本是我四家 与纸绑人订婚的荣耀见证 如今 却变成你这个废物 威胁我们的制约 既然如此 你对方想清楚 我师父以天道得尽 四方明见 龙华户备没理 我一调 是彻底违约 天谦地墨 和我再也没有 违宣的余地 我要的 是名僧天宝 我不是 需要和你这个废物 任何瓜葛 你怎么回事 四五分圆 违逆天道 天诺 见 就是天剑前证 我倒要看着天气 是不是我们只要思考 最后一次警告你们 我一调关书的后果 你们承受不起 好 知识的罪 再三证明自己的身份 给你们三家几乎 和你们 却将我的宽容 当作放肆的资本 既然你们得寸进尺 使我夺狗 何必忍让 朱雀 你们不是自以为世家权贵 自以为一方好 自以为高高在上 即日 我便用这朱雀灵剑 斩断你们的气 斩断你们所有的高傲 且不说你这一介废狗 就算死一万次 也无法死 伤四家之气 就说这四方灵剑 乃是纸绑之人所赐 何方一自家多年 无人可动 无人可拔 就你还想拔剑斩燕 你觉得我们心 我不需要你们相信 我只需要你们眼睁睁睁的看着自家隐落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已经做了学 你还是不愿意滚出去 你以为当了狗皮膏药 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吗 你以为有他有如烟的庇护 你就能够肆意妄为吗 错 迟迷不悟 不愿意妄为 就该死了 大人小心 灵剑腹主 瑞宾不见了 怎么可能 临飞 真能拔出灵剑 不可能 这四方灵剑军 我四大家族的床人都爬不住 他那间世界只有纸绑人可 他肯定是虚张生事 不信 那就睁大眼睛看好了 朱雀灵剑 平命 出枪 出枪 我柳家点代表您 朱雀灵剑终于出枪 不可能 一只野狗怎么会肯定把朱零剑 朱雀灵剑出枪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本身不认我 忍不认罪 大人我 不不别话 这朱雀灵剑 一直存在于京城柳家百年 而这柳如烟和这个废物 温馨一起 所以他能拔出灵剑 此事有蹊跷 啊 难道说这一切都是京城柳家的阴谋 这废物啊 就是他找来的傀儡 怪不得你这条路边的野狗 也在有恃无谱大闹着风神圣剑 原来 这可是你遗仗 朱雀灵 我本以为你是个自甘堕落的蛇子 没想到你居然有如此野心 你是想把我们三家赶走 然后独自登保风神 只可惜你最大的败笔 就是选择了这个废物去冒进纸绑人 那今日 只有我这废物 断你燕家气运 白狐灵剑 何在 姓姜的 你要干什么 假使在百年之前 赐予你四家四方灵剑 地下昆树 这四方灵剑 不仅是戏 还是镇守四家气运的神秘 将来燕家燕斯斯 你撕毁昆树 已经断你登坊之了 如今 我要力战灵剑 断你燕家气运 将我师父赐予你 全部收回 我有一剑 可开天门 斩白狐 断财运 爸 我回去睡了 江向流 你竟然敢毁掉 直绑人传下来的白狐灵剑 你竟然敢毁灵剑 你这是在向天门 向翅膀人 向我燕家虚战 我燕斯斯发誓 我会动我所有势力 人脉 戳骨将毁 白狐碎裂 细运已绝 天前将至 你恐怕 太渔妻 大小姐 坐好了 刚刚收到消息 我们开发的 数个路盘辛苦 你家足夹 包店一把车 不可能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一件就斩占我燕家的白衣机 这只是开始 没有白狐灵剑阵运 没有婚姝 将和日向 不日变会破产 见识 我倒要看看你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还会不会有今日这般高傲 江小刘 刘如燕 这一切都是你们的阴谋 就是在针对燕家 无冤无仇 何必针对 自己作孽 何谈针对 我不管你们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我劝你们立马束手 不然的话 我不介意动用我所有的势力来针对你吗 例 家师传下四品宁剑 我今日也只展四剑 庄定海 还远没有资格接剑 第二剑 改引了 你刚刚不过是侥幸 你能借助他柳如燕的势力陷害江海燕家 难道还能动我玉成丁家的百万编军不成 百万雄师魏国术鞭 我将向流敬佩之际 又怎会动 我要动 是你玉成丁家 青龙灵剑 何代 第二剑 万青龙 石兵川 山上流 对我冰战错了什么 怕 你们怕 在几分钟之前 你们高高在上 对我不信 对我肆意见识 而现在又低头求饶 不敢有一点言语 好言好语不愿听 非要我出手才可陈佛吗 你们并不是怕 而是怕接受惩罚 放心 我一个也走不了 小刘 你回答我 对我丁家到底做了什么 你猜 我干什么 国主引玉成丁家 勾结外体 远后自助 失去兵权 我不可能 我丁家卫国主编 怎么可能落得弱子下场 是你 是你 要害我丁家 卫国主编 立下功劳的是那些事 而不是你们丁家这些忠识 你们丁家 早就该死了 不许我向喊 刚才的两件 就斩争了两大家族 那个第三件 第三件 江小柳 我错了 我相信你们身份 我嫁给你 晚了 我再三给你积枉 你却撕毁婚书 誓我入口 这一件不斩 天道台容 我道心不闻 玄武零剑 何战 第三件 展玄武 为人们 爸 你怎么样了 还足处为赵家断绝关系 你会和我赵家白天知道的人们 错 你赵家的人类 燕家的商业 兵家的兵权 全都是我师父赐 天能与之 智能取之 四件我已分出三件 最后一件 江江江流 你这条丧家之权 闹够了 是 你 安 正坛主 您可算来了 我们得罪了植榜人 从您说起 把握男家 正坛主 这天文与植榜人关系密集 您贵为这江海天文坛主 现在也就只有您 能帮助我们 那句话 说起 向他 将这条丧家之权 诸位都被骗了 一面前所谓的植榜人 就是当年的江家大上 如今的丧家之权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这一定是冒牌货 当年江家一夜之间被灭闻 只留下这的废文勾言 残喘 我和秋雨好心收养了 而他却私自逃离直到今天 将相 五年没见 你变得何处 这一切 如此一处 唯一没见的 就是你这副窝囊废的模样 和当年跪在我面前的时候 一模一样 废狗就是废狗 你一辈子也当不了人 看见你 我就切记当年 甩开你的选择 是多么的明智 五年前 你是高高在上的江家大少爷 不是你旁边的跟班 五年后 我成为了天门坛主龙有九霄 现在他却成为了路边的乞丐 再见 你是不是很意外 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 我就是我让你来的 大爷不怀 今日乃是纸宝人亲戚的风神训业 叶凡身为天门坛主 自然要亲自参加 和你这个废狗没死 败点关系 话不能这么说 我们毕竟是老乡 时隔五年 这一次 我一定要把你踩在脚底 让你瞪大眼睛 看着我在万人之道 荒龙自然遨游于万人之身 而你这种赖皮蛇 会浮烂在你地里 放死 一个冒牙过 还敢跟天门钢丛如此弱 你知道天门意味着什么吗 那可是手握龙国 牧师怀宇的存在 而坛主通管一城 论实力和地位 都在我等四大家族之上 挺厉害 但不知和纸绑人相比如何呀 纸绑人自然是至高无事 但我天门和他关系密集 虽然我不计纸绑人 你这种废物 想要压着你 简直是白人作梦 郑坛主 这江上辽放肆妄为 他冒充纸绑人 大闹着天门举办的风神盛宴 正是毁掉我三家的四方零件 吴江海燕家 请天门出手 乘这图 我欲求兵家 请天门出手 我冲冲孝孝家 请天门出手 江上辽 你真是作得一手好死 我本来只想生你为狗 但你要找死 既然三家都要求 那我就 我先乘柳家 请天门收手 柳小姐 这是 收不了 为什么 那是为了维护公道 收手放人 那就是放纵恶毒 我郑一凡 和罪 不共对天 郑一凡 当年你躲我未婚妻的时候 为什么不维持公道 你对我肆意侮辱的时候 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罪恶 你现在满脸神一到 满口天下为公 也掩饰不了你内心的罪恶 想 想留你 我之所以让你二人来盛宴 就是凭我收拢 今日之月 向我遭人背叛之恨 今日这一件 就是为你们准备 你说够了没有 以我今年的地 不是你两句话就可以变 以我今天的权势 也不是你一把破剑 这就是像是 是 五年时间 你能从一个跟班 变成天门团主 我就不能变成纸宝什么 当真不怕 就算你是纸宝人又有 我是天门团主 我只受门主 就算你是纸宝 你又能耐我 只要有天门 让我遨游 在这江河 你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 天门团队 你怎么可能会有钱 见天门令 如见门主 正义安 还不跪下 这是怎么回事 天门给你荣耀 自然也会给你限制 一日为天门门重 一日 掌控正义凡 张秋席 现在能公私吗 大人 我错了 是我永远不是太大 就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救你让我一遍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饶命 你二人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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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里难受 被毁门指使 我只是一个请 请你绕 我 这凶是谁 无蛮不灵 第四戒 斩新魔 辽恩怨 第四戒 斩新魔 辽恩怨 三 我只给你们最后三天的时间 把幕后真凶在你们的面前 奏子 你二人将生烈火焚烧而死 独去 独笑 我们走 大爷 按照婚约 你我现在已经是未婚夫妻了 那就不用这么受的 嗯 你可以先回家准备 等我通报时尊之后 则是在 其实是我骗了你 跟你结婚的人不是我 该登天榜的也不是我 而是我姐 这把剑 这把剑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 香大人 是大小姐自己不想来认约 所以二小姐才将猪血零件脱了出来 才会 请大人一婚约 上门提取我姐 柳芳飞 我要是不答应呢 这是这是 一切都是我的错 还请大人不要取消婚约 谁说要取消婚约了 可您刚才不是说 我要娶的柳家女从来都不是领防飞 而是 是 这 这怎么会 我的未婚妻一直是你 把心放下 等我上的脾气 大人 我能否将这个机缘 让给了姐 你要放弃明灯天榜的机会 可是 可是我更不愿意放弃我的家人 我偷走零件 只是为了兑现诺言 让我柳家免遭天寝 如今危机已经解除 这机缘 就该让给我姐 她是柳家大小姐 论身份 论相貌 论资质 都 我不论其他 我只要 我知道你担心接下这份机缘 可能会让你和家人们心生见起 那我就抛开池宝人 和天门门主的身份 以普通人的身份 上门提起 可是 这可是我做出最后的任务了 还有啊 你可千万不要偷梁换柱 我要是娶的不是柳如烟小姐 那你柳家 才会遭听钱 送你家小姐 回家程准备吧 是 传令天门 立刻准备彩礼 寿 四王柳家寿宴 传令天下 风神天宝 延后七日 美国县城 宇宝常青 女帝 掌尊日 红地 黄虎龙龙宗道 我等 忠明大人 免礼 我们是特意来拜见 现任纸绑人的 纸绑人大人何在 呃 女帝大人 纸绑人大人 他已经离开了 今日纸绑人大人 来着江海 设天门盛宴 开风神天宝 但是还未开宝 就出现了一点意外情况 所以纸绑人大人 就离开 奇怪 纸绑人初是设宴开宝 我等买为上任天宝前 我却未在事前 收到任何消息 我们全力赶 却连纸绑人的面 都没见到 这不符合常理 我知道了 我们私家中 我燕家善财 兵家长兵 赵家汇集人脉 而柳家 掌控一地天门 我现在敢肯定 这一切 都是柳如燕和江孝陵的阴谋 他们 他们冒充纸绑人 伪造着风神盛宴 为了避免暴露 所以 所以才邀请了我们几家 和这个江海的权贵 他们做这一切 就是想为了自己独等天榜 这世间 竟然有人敢冒充 纸绑人假开天榜 天门发出消息 纸绑人决定 推迟七天开榜 风神天榜哪天道所在 和众生万物息息相关 怎能随意延迟 一定是职榜人听闻 有人冒充他的消息 因此震怒 所以才决定延迟开榜 这两人去哪了 应该是回京城了 好 你们即刻所有入京 去那家伙对质 女帝大人 我们遭遇柳如燕的陷害 现在需要回家来去调查 还有 我们也要决定反击 所以 我去 女帝大人 我们愿随你一同敬情 我要请你 那家伙对质 死在我面前 好 你随我入京 至于其他人 将今日之事 给我滥在肚子 我绝不允许有任何人 损伤脂膀人的颜面 江相仁 我一定要将你错过扬灰 天随行村方之外界门主 门主大人 属下按照您的要求 背袭了采礼 受礼 调集天门门中 获得押送 此事 我 属下斗胆 请求您取消于柳家婚约 柳家受天掌控 京城天门分布 却罪恶多端 一队一案均记录再撤 行门再生 刘家 大姐 六如燕 你一个私生女 先来抢走朱雀灵剑 你是不是知道自己 招惹了多大麻烦 这朱雀灵剑 是上一任 织宝然留下的信 更是我们柳家 一飞冲天的笔证 现在知道 织宝然 上面提前迎娶你紧 我们柳家 便能增高费收 可是 姐姐先说过 他要嫁的是 京城王家少爷 胡说八道 我柳光飞 可是要荣耕天堡的人 怎么可能 赞给一个世俗权贵的少 不要以为你一个私生女 抢走了朱雀灵剑 可以抢走我的未婚 你跟我记 你跟女妈一样 在我眼里都是个剑种 虽然都是剑种 但是如烟 还是有 如烟 一会收拾一下 等你爷爷大送之后 你 就向你 不行 我 我已经订婚了 我的未婚服 会在爷爷的寿礼上 上门提亲的 吃谁给你的胆子 别肯决定自己的回事 我不管他是你 从什么地方找他的爷子 我绝不允许你和他在一起 来人 从现在开始 你被禁足了 不准离开李家 不准和那个爷子有联系 爸 你不能这样 会出事的 放心 你的那个爷子 未婚说 我会凭你撤 请坐 请坐 快请坐 快请坐 爸 这是我和庄妃送给您的 白玉如意 祝您 岁岁延年 年年如意 好 好 只要 庄妃能够嫁给翅膀人 让我们留下 明灯天网 那 我定能 年年如意 一定会的 王家 王笑容 邪鹤岭 大凡败寿 柳如意 怎么还不让他出来 迎接王上 柳如意 偷走猪圈零剑 刺刺丁钦 被划进闭了 什么 难不成 还要让方飞替他 嫁给王少马 赶紧把人叫了 是 王家 王笑容 给 刘老爷子 助手 好好好 老爷子 去看 这 价值百万的 吉品血身 这 价值千万的 残破 残育 这 可是价值 上义的 珍藏武学 好啊 相如 有心了 这个 是我王家给您的授 也是给您的 聘 今天 我就当着 都为金城权贵的面 向 柳家 柳二 小仙 柳如烟 提亲 提亲 你也 嘿 江海 江向流 前来 助寿 提亲 江家 江向流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此 柳家的大小姐 已经和 池宝 已经定婚 你这个无名小卒 还想和池宝 大人 抢吗 抱歉 我提亲的是 柳家 二小姐 柳 柳 柳老太 我与 柳妍 已经定婚 这次 是他特意 读托我 协理上 文贩 你们柳家 是什么事 柳家二小姐 同时和 李和人 结婚 你们是那 戏烧 王家吗 王少 莫会 柳如烟 只是 艺术 胡胡 李家 出走 可这是野狗 定下了婚约 但这 绝不代表 柳家 王少 您放心 我一定给您 一个满意的答复 你 就是柳如烟 在外面找的野狗 长得倒是 还挺人魔狗样的 我给你 三秒钟的时间 从哪来的 走回哪 我将向刘协理上 你们就要赶我走吗 三 京城柳家 就是如此无礼吗 二 我有剑出剑 一 来人 打断四肢 给我丢出去 大四 敢在柳家的寿宴上 闹事 碰死的是你们 与情 我与如烟定婚 便是亲戚 与礼 也写礼上的 便是客人 而你们罔顾情理 重受驱赶 堂堂京都领家 弱大门媒 便是周子待人的吗 亲戚 客人 这种称呼 是给在场的 诸位权贵 而不是给你 这种路边野狗 像你这种小角色 也配经验会的大本 你进来 就是对我们 在场所有权贵的侮辱 这里不是你们乡下的小弟 也不是你会在武功 就可以闹事的地方 实相的话 现在给我出去 叫 我不介意 替大家 你一只蚂蚁 我江相流 今日协力上的 不会闹事 我一位贺 一位提亲 你们的这般侮辱 看在如烟的份上 也够有计较 但是 你们必须明白 你们此时此刻的恶语相向 日后 将成为打下你们的子弹 所以 我还是劝你 谨言慎情 说都不说 但是这句话 还轮不到你一个小辈子 一个小人物来说 什么样的人 做什么位置 什么样的人 说什么话 如你这般蝼蚁 就应该跪在门口 说起诸授 奇想话 这里啊 我还可以 赏你几根胡刀 正所谓 上梁不正下梁歪 刘老 听见您说的这番话 我才知道 为何他们会如此利益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教训我柳家 说道理 你不是说 邪你来说吧 那 靠你身上这个 雄酸器 还是靠你这狂妄无耻的勇气啊 要理事吧 正好 我今日为柳家 准备了三份贺 贺礼仪 祥瑞祝寿 千年人参 败乎 吉林精血 赶生 镇天石 赶金 这个贺礼仪 可什么 能够拿出如此重点 这江上流 大是哪家人物啊 你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 难道是也是家族 不能 先不说这千年人参 先不说这千年人参 就这 麒麟精血 和震天石 也是世间不见的宝贝 就算这个世界顶级架子 也难以拿出一星半点 撑了这 不是假的 没错 这些宝物 连我们柳家都没有见 他柳如烟找了一条废 什么可能会有 用所谓的西石珍宝当破目 看似好大的鲁 实际上 却暴露了你废狗的本质 你还站在这干什么 何必走 我可是准备了三份份 这一份 只是我给柳家的寿 也是我准备的钱 既然柳家敬酒不吃吃滑脚 那就收下第二份课 便是最卑神 放肆 今天是我们太爷的华寿 我竟然送个墓飞来 你们领家 自持绣纸绑人币 自持掌管京城天 敢肆意妄为 敢无恶不作 那我今日 为何就不敢送这罪杯了 既然敢送这罪杯上天 为了就是当中 审判你柳家 狙狙十威 也敢妄言审判 甚至可笑至极 小子 收起你那副装不作样的把戏 否则 只有死 明明是一条从野界里 穿出来的野口 却非要摆出一步 刚刚在上 你带着一堆波乱来 领家提心 救你精神 现在 还敢不灭人家 难道 真以为靠着 伯烈的手段 还想请说柳家二小姐不成 伯烈的手段 传模作样的往昔 你们可真以高高在上 既然如此 我就接下一本的面具 搬碎你们的暗护 不要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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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柳家做错了许多 但是你能不能开在我的份上 想再说 主要 我就是为了给你面子 今日才亲自等了 才准备了一份喝 但天道公正 有啥 就有罚 我今日若是不当庭审判 那天门的威严何在 石宝人的威严 又何在 可是 一夜 我求你们立刻向下柳道家 不许 还能保住柳家 刘如烟 被盗取朱雀灵剑 私定终身 本应受到重罚 但是今日 王少亲自上门提醒 这才破例放你出来 你现在应该做的 就是立刻向王少道谢 并且许下婚约 而不是在这 等一个乡也废物演戏 更不应该让常常柳家家族 想一个废物道歉 作为私生女 就应该像狗一样 听从安排 而不是在这儿放死 吴燕 你看清楚 这就是你千方百计 要保护的家人 这就是你的高高在上的志气 浩天的权力 已经能利他们的双肩 高高的地位 请让他们幸福的心情 当然无罪 是 没有可是 我的提醒你们可以不认 但我的罚 你们必须得解 真是不知者无畏啊 我们柳家 掌控一地天冷 论实力 讲庭 在京城 甚至在整个龙国 都是顶级的存在 就凭你 西界草民 可以审判我们 来人 让他拿下 你啊 你真真的是一个贱货 你们柳家真的是白咬 你这个派人 既然你要守护他 我就成全你们两个 现在就将你们两个 一起存入 你错了 卢烟不是在负责我 而是在救你们柳家与水火 只可惜啊 你们柳家犯下的 套天罪行 就算是龙国国度亲至 也护不住你们 柳家重人 还不跪下听神 柳家重人 还不跪下听神 我真的站不起来了 搞东西 立刻收回你的手段 复作 我走 他 他 他可打我 安静听神 你柳家 有四罪 一罪为贪 被一己私欲 横争暴敛 只能家破人亡 家破人亡 我难柳家 自然敢享受这一切 何罪需要 执迷无误 该罢 那 你从上 废物 你 你给我做了什么 书蒙疲事 我已经确定你的罪 值得坚弃 二罪为慢 夜藏自大 高高在上 肆意见他他人 我没有 总是那些贱民 注意来证账我的 该罢 三罪为贪 见其他人 妄造杀你 该罢 四罪为痴 势力不明 是非不分 该罢 柳家的种种罪行 我已用朱红批示 随等天气 今日 跟柳家 闭亡 柳家 你灭不了 柳家 你灭不了 你灭不了 于大人 你可来了 是我太车 让二位 受不去 于探主 这个狂徒擅长我柳家寿宴 带了个墓碑作为寿命 还让人要审判我们 你可一定要为我们柳家做主啊 请诸位放心 有我于胜有在 这京城 还没人能动得了柳家 于胜 你到底是京城天文船 还是这柳家的一条狗 天文谈旅 京城柳家可是同纸宝人有婚约赛 如今纸宝人将在四天后下山开宝 柳家大小姐便能如约同纸宝人满婚 明灯天榜 这时柳家将会这一圈成千 如果能在柳家门前做一条狗 那是金党恩赐 而你居然敢扬言要灭露人心 你也配 十宝人要是知道柳家是这个德行 他还会去柳家大小姐 所以更不能让你活着离开这里 于胜 这小子惠心 立刻召集天文高手 向这小子拿下 是 天文门重何赛 你能调动天文重赛 我将向灵就不能吗 天文门重何赛 他竟然怎能吵架 你到底是谁 你们说 我是谁 天文令 你是天文门主 对 跪下 我以天文令 协制天文门重 这下 你信 我不信 这些都是你的妖宿 还不自信天文令的真实 我进入天文有数十年 天文重制 我也认识其他 是这些 一个的 义安若 那您的意思 这些人都是警察 那他也是假的 还妄言 要审判我们领袖 现在 连你的判官都是假的 你还怎么审判 本也以为是过江龙 没想到 就是一个软角虾 爷爷 向灵他不是冒牌货 你们不要再执迷不误了 不早 柳家真的就完了 执迷不误的是你 你联合一个外人演戏 将搞垮我柳家 借起柳家大权 其心险恶 其罪可助 你们说我傻也好 是也罢 但是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他是谁 他是 书彦 人的偏见就像这一句 如果他们不相信 你说什么 不过 倒是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让陈方之滚来见我 我天门三十六户之一 天宿请陈方之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那是连我见面 都要离让三分的存在 你 竟然连他 都想让他滚过来 没错 我正式让他滚过来 你围到天门里你是 竟然还可侮辱我 拼门护法 你是想 有疼吗 没听见我说的话 让陈方之滚过来 是 演戏演戏演到你这种 你真是惊叹吗 我 不管你是在演戏 还是在自己戏人 立刻 把你手中的那个册子 揪出来 我还可以留你一条生命 大夫 这本册子当中 记录的可是柳家 这么多年的 累累岁系 一点都不如手 真是不知死 天门门众何在 别人将这个狂妄之徒 做成肉迷 是 是 小可吗 都给我滚 你为什么 你就是要做什么 称呼法 满脸杀气 一定是有人 被早天门令 而生气 大人 就是 这个人闯进我们柳家 伪造了天门令 还想猫中天门门主呢 你 立刻 属下 曾方之 拜见门主 先请来吧 曾方之 柳家的这些人 不相信我的身份 还质疑我审判他们的资格 还要将我错误杨辉 尸臣大海 你 便要运气 属下不改 曾护官 你认错人了吗 这就是一乡像野狗 怎么可能是天门门主呢 天门门主是什么存在 手握天门 掌控环宇 其实这种小角色可以 大人 您摊起头 再 再认认他 你是说 你是说 我有眼不识人 你是说大人身份卑微 不及楼椅 你说你柳家 可以只手遮天 肆无忌惮 真打你们的狗眼看清楚 你们欺的 辱的 正是我天门之主 不可能 还怎么可能是天门门主呢 柳如燕 你一个私生女 从小就被我踩在脚下 现在怎么可能 傍上天门门主呢 这个贱户 就只配垃圾 只配废物 你一个私生女 将来打我 是 我是私生女 可这是我的错吗 那么今早 这些年 我在柳家寄人旅下 对你们百般讨好 为的就是有一天 你们能够把我当成 真正的家人 可是你们呢 把我当成草垫 当成工具 特别是你 一直以来 你都拥有更好的东西 却还要抢索我的心切 但这一次 不会再让 我的幸福 我要抓在自己手中 你该不会以为 梦想区区一个天门门主 就可以压在我头上了 我 可是要嫁给 纸绑人的 知道什么叫纸绑人吗 手持天王 是仅次于天道的存在 他的权利 立 不知道比你旁边的 这个天门门 你搞了多少 我告诉你 我永远 会压在你头上 没错 去去天门门 算 去不了我柳家 实际上 纸绑人出现 京城 这龙国 还是我们柳家呢 笑什么 我笑你们柳家愚蠢 我本以为 你们柳家只会 事强凌弱 事从而交 可现在 你们最擅长的 不过是做梦吧 我说过 纸绑人 是不会取一个品德 有识之人的 大人 我们柳家冒犯了你 我可以向你道歉 可以向你做出赔偿 你又何必 断我柳家出路呢 怪你们出路的 不是我 而是你们自己 是你们手中 欠下的冤魂 我冤 根本就不知道 你错 你们只是害怕 承担奉仪 像你们这种人 应当如何改变 只有死路一条 姓姜 你在这里装什么 记 这里是江海 哪怕你是天门门主 你以为 江海权门是吃素的 我们一样可以杀了你 柳家照样 可以登顶天堡 我们一样可以 一飞冲天 没错 在座诸位 只要有愿意 对他出手的 我柳家 往其勇士繁华 各位 由于什么呢 生活不会觉得 自己手里吗 跟我一起 他们什么 加入柳家 我王家 第一个加入 我加入 只要你们主家 系统成目 我也加入 国出万事繁华 再加我一个 加入 一群酒囊饭带 如何之重 好 我问 这就是你们柳家 给我最后的答复了吗 不好意思 谁让你只是 区区的一个天门门主 跟翅膀人 跟天道比起来 还是差了那么多的 在我眼里 你也永远都是一条野狗而已 好好 你们柳家 可真是不负众望 那你呢 于尚 你身为京城 你身为京城 天门团体 此时此刻 你将作何决 于汉主 只要你将 我们理家 我 可以在 职榜人面前 暴击你 我新任 门主 先谢过 刘老 您放心 我一直是柳家的朋友 于尚有 你这是背叛 残酷 谁会拒绝一个 与职榜人结交的结 与职榜人结交 等同于天道大限 天道之下 送你无计 您也做了几十年后 难道就不想更进一步 这荣华富贵已经摆在眼前 那怎么办 多少可得呀 想什么 亏许病 我曾方之自认为 为了这天门竞争直属 立下无数 现在看 我也三错 第一 没有早点认清 这个叛徒的嘴里 第二 没有早点将你柳家罪行 公之于众 等第三套 竟然你这帮废物 侮辱我主 反了 这是反了 所有人 先把这个废物干掉 再干掉这个盟主 都给我上 执迷不误者 辞 皮肤也想看树 我之所以沉默不动 是想看 还有多少不知死活的脑影 是想看 现场还有没有无辜之身 不过 现在看 此处舌头汇聚 这穷顶之下 没有一个是冤枉的 江项刘 你考虑清楚 我们柳家和纸绑人 定有婚约 动我们 必死无疑 我们怎么着也算是皇亲国旗 就算是有罪 能动我们呢 也是纸绑人 而不是你区区的 天门门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忘了今天的事 我还可以让纸绑人 给你一个熔灯天绑的机会 一头一个悲喜 一具一声污污 事到如今 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完全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既然无药可救 不如直接销毁 主妍 这个时候 你还要被他们求求 他们虽然服务 但毕竟是我的家人 我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们死去 小小那假惺惺的演戏了 你知道他不敢动我们 所以故意在这儿 被鸡掌台阶下 戳略的手段 你闭嘴 向灵 我知道 我不应该奢求太多 但是 你自己 这些 何必说这些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可以不杀 但是 必须夺回他们拥有的一切 我要夺走京城柳家的骄傲 私本 和他赖意生存的一切 你脑子坏掉了吧 柳家能成为京都的好 只掌一方天门 靠的 那是直播人的恩赐 你 你嘴巴一张 就给你夺走吧 让他说吧 要是说了这些 能让他找回点天门门主的面子 我们不介意 我们虽然不介意 但是不知道 纸绑人会不会多想 所以我选江门主 你 还是考虑清楚你 你要是现在立马跪下来 给我们道个歉 说不定 说不定我们在 织绑人面前能替你保密 不然的话 不然怎样 你们当真以为我在说笑 你们柳家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天道给的 天既能与之 也能取之 我今日登门 共产的第三个贺地 引起活走柳家的一切 竹雀灵剑 关灰 这 竹雀灵剑 不是被放在家中了吗 竹雀能操控竹雀灵剑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眼中的废物也 不解是天门门主 还是纸绑人 可能 可能这不可能呀 现在 我审判灵战 不可能 不可能 有如烟的未婚妇 怎么可能是职绑人呢 职绑人 对 职绑人 你明明是我的未婚妇 你怎么能帮着她呢 我不是帮她 我是明知公道 我帮的是那些 被你们柳家弃辱过的人 而且 我的未婚妻不是你 听什么 那柳如烟 就是一个贱人 一个私生女 论刘芳妃 论身份是柳家大小姐 论资格更是要婚姝房地 那柳如烟哪一点比得上我 就凭她一开始便信手承诺 就凭她 心性纯良 就凭 我的未婚妻 早已由天道为柳如烟 不可能 谁不可能 是你 是你 是你抢走了我的未婚妇 抢走本该属于我的荣耀 抢走我的一切 你帮我 你给我 辟嘴 大人 我们也只是一时冲动 我们认罪认罚 但是你要是跟柳如烟结婚的话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何必计计计较呢 再给我们柳家一次机会 我们一定会把所有的错误都改让 一句认罚就可以计我不休 一句知错 便可以从头再来 你们当天道是什么 是玩笑吗 我为你们柳家准备了三段课 这第一道 是祥瑞合手 第二道 是罪悲审判 也都不接受 那这第三道 你们接也得接 不接 也得接 第三道鹤林 剑碎断魂 第三道鹤林 剑碎断魂 大人 为你朱雀明界 断你所有机缘 灭 朱雀神界 睡了 我们留下 还了吧 大人 朱雀林家毁了 我两家彻底完了 成年 收拾吧 还不够 我说过 要毁掉你两家 所有的交往 资本 和赖意生存的一切 这只是刚刚开始 本方式 朱雀神 从此刻起 取消他李家 在京城天门的所有权利 查抄一切财产 是 诸位 请发 至于你 不知道 看我天门 我以天门门主的身份 看你 曲曲楼椅 还真会演戏 刚在江海演完植榜人 现在又开始装天门门主了 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 你们又是何人 连我们都不认识 还敢冒充直绑人 冒充天门门主 天宝第二 赵孙玉 天宝第三 私足常青 天宝第四 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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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健身 皇帝 三位杀人天宝强者 竟然 吉日经常 我等今日来 是为了揭穿此人的真面目 是为了维护 纸绑人的威严 你们也看到这个人 是来自江海的一个底层小角色 根本就不是纸绑 更不可能是天门门主 这一点 我可以就离开 江向柔 我特意从江海回来 就是给揭穿你虚伪命去 当日 你在江海冒充 纸宝人举办 风神盛宴 变了所有 但是 女帝大人一来 就揭穿了你的货 现在 我要把当仁 你给我的所有屈 十倍半日的还给你 我要让你 生气折磨 张向柳 有人正在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说什么呀 说你们愚蠢 还是说你们有眼无珠呢 堂堂天望前舞 仅仅是听信了几个小人的谗言 便断定我是冒充身份 真不知道你们脑子 放肆 不仅冒充大案 还敢质疑我的 真是好 广望 好 放肆 如果我当真骗了 我又是如何拔出的 朱雀灵剑 又是如何出动的 天门护法 我知道了 是柳如烟 柳如烟曾经盗走了朱雀灵剑 一定是他动了手脚 对 还有他曾方知 他早就对柳家 对我顾门 所以才会联合这个费 伪装天门门主和指宝人 目的就是为了产生我们 好控制京城天门 你们 真是好心机 好手段 只可惜 女帝大神大场 你们一切眼眸 都无济于之 一切真相当 你们的伪装进入 现在立刻跪下 自步双手 随我们面前 执法 现队 过程 任何 力量 四肢 你干什么 我明明给了你三天时间 你却为何如此着急 找死呢 郑尹子 我给你三天时间 让你带着害我将家的 幕后真凶来我面前谢罪 否则 你将是夜会焚烧而死 现在距离三天之约 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你不仅没带来幕后真凶 还敢在我面前放死 连最后一分钟 都不想等了吗 大人 你救我 在我面前还放死 找死 怎么回事 为何我心中一参见 不敢拔剑 立刻放人 猴子 我现在就格杀你 如果不是你冒充职宝人 出路真的职宝人 我要带你问罪头 此刻 你已经是个王猴子 你还不放开我 江向流 你以为你自己很能打吗 今天有三位大人在场保护 你能耐吗 还有 今天我就站在这儿 但是你永远也抱不了脱器灭族之主 我不动并非因为步骤 而是想当了我的手 一分钟 三 二 一 小小手段 你敢在我面前扳门弄服 这就是你骗人的小把戏 玩够了吗 红莲叶 源于英 即便你是天堡第二 我不可能心 等一番我带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说出幕后真凶 否则了 你少在这儿装神弄鬼 有几位大人在场 死的必须是你 你这些装神弄鬼的手段还真是骗得我们柳家豪 这一装装一剑剑 我们都要逃回来 还有你刘依 你为了赢我还真是负责手段 这可是假的就是假的 一山计 你愿变不了凤凰 你说够 你不够 好 我给你的人资已经够多了 现在机会中完了 怎么可能 你 他 还不可能吗 没我们天堡前列都无法抵抗 这到底是什么邪法 邪法 你没见过的功法就叫邪法 你不知道 你是谁 老你们活了几百 数字明灯天 竟然是如此是非 但如今在我看来 何要对这些人 假以限制 想登天堡 你必须带着稳子 狂妥 别以为你用邪法毁掉了任正 就可以摘到你骗子的身份 我今天必须将你带走 向织绑人谢罪 只有这样 织绑人才会吸入 才能立刻打开天堡 原来就被这点小事 来找我化干 什么叫这点小事 你知道光神天堡意味着什么 千万年来天堡百年一开自乃体律 如今天堡无缘无故 吃来了七天 毁我机缘 坏我一步登天之际 只有明灯天堡前时得天道任何 我才能继续领悟剑 才是真正的第一剑 只有荣灯天堡前时得天道赐福 我南国才能万事昌盛 而这一切皆因你延后 为了我南国 为了这天下 今天我们必须擒住你 何许多言 抓住他 小子 我本不愿伤人 但你若反抗 我一定废了你 说够挺僵的 女帝大人 心怀慈悲 而你却如此狂啊 大人 对这种杂碎 您绝不能心此手软 既然你不愿束手就擒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废话太多 找死 这就是天榜高手的实力 果然 真天动力 一个骗子 能够演的天榜高手出手 也算是他的荣幸 小心 这怎么可能 还一个骗子 怎么可能抵挡住 女帝大人的一击 不可能 这门门着也 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 败者 还不够 堂堂女帝 竟然连一个小骗子 拿不下 我看这天榜第二 来让胃 闭嘴 女小子 很想饶你一命 但你不知好歹 让我丢近脸面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了 这就是你的权利 以及软硕独立 我真是高看你了 小子 别躲 我来会 还不够 你再夹着我呢 新疆的 三大高手一起出手 你必死无疑 你不够活了几十年 还是第一次建造 数位天榜高手 一起出手 这小子 也算是死得起锁了 哈哈哈哈 这就是挑衅我们 列入架的下场 打够了吗 你们说够了吗 打够了吗 到我了 你到底是谁 到现在 还能问出这种 愚蠢的问题吗 你们说身份可以造假 天门令可以伪造 那展现在你们面前的实力 也能伪造 往你们从明登天榜 往你们拥有一身武力 往你们自诩卫星下苍生 却是一群 没有眼睛的宠伙 你们听信几句胡言乱语 就敢妄断他人生死吗 江下流 他们这几位大人的面 你还敢喝醋他们 你 你给我闭嘴 口口声声说 刘家知错了 你们所有人都知错了 在我看来 你们毫无悔改之意 你们是害怕惩罚 当着几位大人的面 你还想选他们的吗 你说什么东西 是 告诉他们 我有没有资格 京城柳家 滚过来 站在你们面前的 是天门的土 亦是举法人 外界举法人 你说现在我有资格 审判刘家吗 大人 看着如烟的本事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机会早就给过你们了 是你们刘家 自己不珍惜 你们刘家 赤宠而骄 造型逆事 为你天道 我能容你们 天理不容 宠下战 宠下战 抓捕所有刘家人 公开审判 有错者罚 有罪者 宠下冲命 至于朕满场全贵 大人 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 柳家的事情了 我们 我们是无辜的呀 我们只是来参加寿宴的 怎么办错啊 你们口口声声说 想要搏一个万事反腐 猫 想要搏 就是风险 想要搏 就要付出代价 要给你复理了 主下明白 宠下 走吧 公共门主 小梁公主 忘了吗 小梁公主 小梁公主 没事 宠下 你可知道 我为何在风神宴上 都开跑 要延迟到七天之后吧 难道不是因为生气 是因为我心魔未处 遭人欺辱之怨 遭人背叛之恨 将我人放之仇 我们怎能请你开保 苏妍正义犯 已经身受红粮衣 焚烧而死 我的一道心 已经出去了 接下来干什么 为脚爱 已经六天了 金城为什么还没有传来江向流被抓的消息 江向流毁掉了四方零件 毁掉了婚约性 如果再不抓住他 我们再无可知把人结婚的可能 江向流 人家可得全晚了 可赵家也 六天来百大家 不顾血与我赵霞解除联盟 中州王只剩下一层 我燕家也急急毁灭 我爸还在医院住着 这种江向流所说 这一定是骗子 狗屁天井 都是骗子 何品武谈话你着死 现在和一堂合作 何品武谈话你着死 现在和一堂合作了 三江会 黑头雄衣 天堡地酒 樱花国黑黄 只杀人天堡地酒 但这一次 我必定登堡地酒 怎么 不相信 只要我军林龙国 有一国龙脉的加持 去去天堡 断得了手 我甚至能凌驾 人广名之上 你说这些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我花费数年时间 避开天门世线 在龙国安下棋子 却在三天前被拔掉 你说的棋子 该不会是这一棋子 他只是其中一棋 我部下的棋子 遍布龙国 也包括 我们 当然 只要我们合作 和军林龙国 登天堡第一 而你们也可以明登天堡 万九家族 你这是要我们叛国 我是让你们勇士反抗 合作可以 但是你要让我们看到你 军林龙国的实力 天堡所有事里调查了 正义凡一家 发现他从七年前开始 就和英化国的三江会 接触密切 而且在调查过程中 我们还发现 上任天堡地九的黑藤雄一 秘密来了江海 去了厌江 原来 当年谋拜我江江 竟然是这大名町町的三江会 把我填门令 明日 我将在江海举办婚礼 迎娶柳家柳烟小姐 同时 海天堡 对 和此妻子 我必定能笑你遭人 背叛之恨 我将向柳 以天堡为事 娶柳无烟为妻 不负天道 我负清 金城三家道 一个骗子誓言 怎么听着这么刺 你躲过了 女帝大人的追捕 居然还敢在江城 去办婚礼 江向流 你真够狂妄 三位若是来观礼 大人在旁就坐 我们借是来观礼 你是让你送君 你害我丁家权责入狱 你害我江家人脉尽尸 你害我丁家 今夜全毁 这一件件一桩桩 你今天必须偿还 你们三家能高高在上 都是因为我 而能沦落至今 却都是因为你们自己 私 恢复 唯备同约 我当然要顺应天道 将本就护许你们的增性 拿此 不话说 有德者居止 无德者 我们做错什么 我们不就是反驳了你这个假冒 纸绑的欠缺 我们这是在为天下的人 谋福利 这是在维护 天道的魅魇 你凭什么罚我 别把自己说这么大功无息 说白了你也是为了一起私利 一个敢闹充纸绑人的杂碎 没有资格对我们支手 江向流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束手就擒 从我们一起去纸绑人 免费谢罪 让恕你盗走婚约 损毁四方零件之事 只要我们还能完成 同纸绑人的婚约 只要我们还能明灯天堡 就饶你一命 我说过 我就是纸绑人 前日来江海 既是举办婚礼 同时为了开放 执迷不悟 三江会 是 没想到 你三家竟敢勾结樱花 这是盼国 不 我们是联合三江会 铲除你这假冒纸绑人 违逆天道特贼 江向流 因为毁了我们三家的势力人脉 就可以安然无恙 三江会飞舞时代 今日就是死 我最后问你一次 红翔 我的死 这就是你们最后的手段 也罢 我也给你们一个机 降出你们的后盾 使出你们所有的手段 我江向流 今日就在这里 等着 怎么 没了 雷藤雄一就派了这几个臭鱼烂下来帮你们 他人 你在胡说什么 你们三家 勾结樱花国三江会 联合飞黄飞藤雄一 自以为是 国无天道 实则 但是为了出卖龙虎换取自身利息 你们心中咋的这些算吗 真当没人知道 江向流禀 燕斯斯 你们今日 以为是来向我考债 实则 是我来向你们问罪的 江海燕家燕斯斯 中州赵家赵若兰 欲成丁家 丁静淑 我看国之罪 尔等可认 只有正者 才有资格审判 三江飞会武士清廖 闹闹 本邦之河闷 西区英花国武士 看我龙国者 天文江向流 你竟然投靠天门 换个说法 是天门 沉浮于我 怎么可能 可能天文 怎么可能会沉浮一个骗子 这些人 这些人肯定是你找的演员 我可以证明 老板不是骗子 天门三十六户 天已经败天门 什么 天门门主 东子军 三十六户把魏德征兆 不能善了 在中州住 来江海 属下听门主 中事 又在江海重新 属下特意前来渡河 直到宋相鹤立 立刻返回中州住 一遍放心 算了 这是属下特意在中州搜集的特长 虽不珍贵 但这一片啊 哎呦 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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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 我是他的对手 你到底居然敢卖份门主 其实我也很 严小姐口中的骗子 居然是天门门主 半途龙发发资本 卷铁利刃的出海 说 就算你是天门门主 冲了我这两招 你的实力 也被扯随其为扯 我本以为 你就是一个 底层的楼里 倒入铁铁 没想到 你居然是天门门主 但那又怎样 此刻你还不是 像案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所以 宗子曲 你也跟彦慈慈一样 早就公敌叛国了吗 这不是背板 这是逆天改命 风神天宝 百年一开 分风缺下 人则万物 这是大机遇 更是大变革 我屁股下的位置 也该变一变 当够了护法 受够了任人群士 老死要当人 成人 成为天门护法 护一方飘逸 万人长大都不够吗 不够 你看他们赵家 不过就是和纸宝人有规约 就有民增天宝的机会 就能指挥百足 救灵 人生 三分 要是我 能和纸宝人打出了关系的话 那我是不是 先有军灵天下的机会 你的人是不足 何出性 恶然成性 我就是端拉了那又怎么样 上天都在帮我 我们原本的计划 就是抓住冒充之宝的骗子 现在 上天让主生了门主大人 这 就是其事 我斗自己 又是要成为今人天门门主 而你 就该死 你都可以闯着我来 那不行 还有柳主爷 这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何必在这装什么痴情 本以为你是我们三家中最傻的那个 别想到你竟然藏得如此的傻 早早就发现江向流是天门门主 所以才做出投资 真可惜 差点就让你成功了 既然你这么拯救这个垃圾 那就给你 不如 让你这位新娘子给我们 磕头赔罪 如何 好好好 女人何苦为男女人 对吧 只要你愿意跪下磕头 那我和你让 江向灵其命 好 我喝 只要你们能够愿意放过香料 你们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兄弟 你是我的妻子 这个世上没人能让你下坏 门主大人 你现在身重其毒身负重伤 我稍微动动手就能让你死 可你呢 还在维护你那可怜的尊严 你越是这样 我越是想看到你尊严丧尸的样子 哈哈 来人 盼门主未婚妻 身上的衣服给我一件一件的巴西 我要当着门主的面 让他看着我去怎样羞辱的那女人的 曾子菊 你够了 我可能比你还轻 我要是没有这实力 又怎么敢肆无忌惮 又怎么敢图谋门主之位 都是门主的 强其其其 放给我 放开 好 你明明 明明身不重伤 明明就要被你宰割了 对了 这就是你所谓的曼陀罗发痕了 你给拉起吧 好 这个 就是你所谓的全体地刃 是这破铜烂铁吗 你宗子菊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要和艳丝丝合 你们都是一样的盲目自信 一样的愚蠢 刚才我吻张虚辱 只是想调出你们背后的人 没成效 太过狂妄 竟想对我的女人重心 我自去 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臭死吗 这 这难道就是天门门组的实力 一个隐身就让顾法重伤 现在 你们可认罪 大人 我们从未想过叛国 我们只是想完成婚约 这谁也想不到呀 你们是天门门组冒充的职房人呢 这不是冒充 而是伪装 大人这么做 已经有您的道理 但是大人 我们也是不知所无畏呀 太陈大人 任我们一命 好 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既然你们刚才愿意给我机会 我理当心存感激 既如此 你们三人 就一起结伴上路吧 黑藤雄一 你这几枚棋子太多了 至已至此 你还是不敢亲自出面吗 天门门组果然雄才伪劣 实力非凡 黑藤雄一 黑王大人 国子粉丝小人 实在不信 黑皇帝梅主清理 黑藤雄一 别演戏 你樱花国三江会擅闯龙国 这一帐 可不是杀掉一条狗 就不算清的 门主 您误会 我三江会最守规矩 从不犯事 更不会擅闯龙国 对吧 燕小姐 对 对 为什么 那五年前 你指使郑家灭我江家 门门是对 勾结三家意图入侵是对 还是你如今站在龙国的疆域上 自意妄为 大放缺词是对 黑藤雄一 我给你定罪 不需要证据 只需要杀你 黑藤雄一 难道你就是五年前 爱我 今日我只要灭掉你这天门门主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 侵入龙子 我就能迎接纸绑 成为天下第一 今日我黑藤雄一 今日我黑藤雄一就要踩在龙国日的身上 成为这世界决定 走 是你们 大一点脂肪人 江向流是脂肪人 是谁规定 天门门主和脂肪人 不能是同意 悲腾雄一 不悲 你所谓的雄徒霸业 从一开始 便是一个 未必 杀了你 夺走天膀 我照样是天下 毕业 黑黄你疯了 这山闯龙国也是大队 你还想对脂肪人动手 狗狗魔怎么到天宝地 你看 找死 这怎么可能 你区区一个天宝地就 怎么可能 你招致富我们 这是我用异国龙脉换来的实力 只要有这种实力 我才有资本拿下天宝 拿下民主 黑藤大人实力抄去 见你 我等愿受大人驱使 江向流 你是天门门主的主将 你是直绑人又如何 只要有黑藤大人在 你注定是一条死狗 搞那么多身份 这个世界是你实力 你还站在那干什么呀 还不快 我这样 现在怎么办 姑爷 不用害怕 他们所有人的命迹 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都是一些小话 我们先冲坏 姑爷 你愿想 不愧是直吧 到现在还能听见 不过是强装镇定大 黑黄大人 还请您拿下此人 以绝后患 只要今日我还活着 绝不会让樱花国弟子 燃起天 我 想要过去 就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 既如此 我就用你的鲜血 为我大樱花国祭祈 为我拿下天榜第一功课 今日我要斩尽天榜高手 夺走风神天 剑 再生 小梁 你快走 五年前 我乡家满横被害 留我一人耿 当时我便发誓 不在 今日 我也不会再后退一步 好气 那就肯定只把二人站在这 等我一刀一刀弹死 二人失处 小梁 放心吧 不会有事 不错 我的账 败 败的不会有认识的 三界 妙恩 职榜人 到你了 不愿 你愿意降临 不要你 三道心 一去其二 黑騰雄鹰 就差你了 我有三心 门正义凡 凭我受人欺慕之怨 取柳如烟 消我遭人背叛之恨 如今只剩下雨 斩鹰花狗 帮我家 我独邦之臭 就凭你 也配 你 谢谢 是爱 惊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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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身份都重要 实力 才是最关键 那如今 我就没有资格说话了 你们费尽心 谨慕化了一切 不择手段的想要名增天堂 今日我就了却了你们这张心愿 让你们在临死之前 一度天堂身容 天堂有气 仿生万物 仿生天堂 天堂 天堂 真是天堂 真是天堂啊 哈哈哈哈 是天堂 仿生天堂 准则万物 是天堂人 你们三人 以命不保 这是您应多长 直绑人张相流 历经竖节 筋膜已去 天人合一 献开天堂 封神天堂 嘿 皇妇龙斗 铁拳无双 封天堂第五 司徒长青 见道至真 封天堂第四 掌孙玉 护国有功 封天堂第三 哈哈哈哈 我是天堂第二 我是天堂第二 江相流 你不能杀我 我引得到天道的日子 你不能杀我 是吗 封神天堂 封的都是有德之人 封的是永为之士 尚德不德 下德值得 上士不争 下士好争 你黑藤雄衣 坏事做尽 有什么资格 队保呢 我有没有资格 你说了不算 不 我说了算 我今日 愿以这人道之剑 闪你这樱花野口 你天道法德 改封神天堂 哈哈哈哈 你听而行 你是在招死 该死的是你 至于你们 力图叛国 压下去 何日出展 如也 我说过 会让你明灯平靠 让你请万事繁华 我一定会遵守约定的 大人 天堡虽然开启 可为什么第一名位置 却没有名字 还有何人没有登堡 哈哈哈哈 当然 是你了 我被见识 还等什么 登堡 是 未经gu 一些 的 什么 如果 我可以 sie 她 可以 持人 他们 不 就 你们 来 这样 市 小